要謝謝所有的同學們 那同時就像鄭然榮在當年所說的 這些就是你們的事情 那我知道同學們其實也把將來整個台灣能否幸福 能否過公理正義的這樣的一個正義社會 我想大家都把他一肩扛了 大家都是村內我相信你們都有一個準備 村內就是你們的事情 這句話我感覺每個人都會感動 每一個人在這個議場裡頭很辛苦 但是很多很多的人已經不只是沒有長攤 站出來了 所以同學們可以用意志 用勇氣 用智慧 挑起另外一波台灣的希望 新的世代 江三代有才人出 人家英雄出少年 各位都是台灣的英雄 在台灣的歷史上會記錄這一段 在立法院裡面的 在立法院外面的 都會是台灣歷史上被記錄的英雄 幫幫忙領教你的鞋子 shut it up 一些計劃的